複雜誌,他做一個數據,他說世間上的有錢人都有一個共同點,有錢人有一個共同點,就是他喜歡錢,真的呢? 你看我們一般人有錢就拿去買東西了,我們不把錢當一回事,所以有錢除了你有福報以外,你要對錢產生耗藥,要對錢產生龜焉,你看他為什麼喜歡錢呢?他會這樣想,我很想要個房子,那我為什麼有房子?因為有錢,我希望有個車子,那為什麼我有車子呢?因為有錢。 我希望我生命快樂,我為什麼快樂呢?因為有錢,你必須把你未來生命當中的功德啊,跟你的錢連結,你就會喜歡錢,對不對?要不然錢,誰會喜歡錢呢?因為錢他就一張紙而已嘛,但是當這個錢,他安利一個聯想的時候,他是一種功德的聯想的時候,我相信你會把錢放在很安全的地方,對不對?佛號一不如是了。 一個淨土中的念佛人,最可怕就是說,當你念佛的時候,你對這個佛號一點感覺都沒有,那你就很難把佛號練好了。 他就是一個陰生啊,你怎麼練得好呢? 你說不能念,要他念,你憑什麼不能念,要他念,你憑什麼?你沒有理由嘛。 我再講一次哈,如果你要把佛號練好,你要把佛號定位成,他是你的唯一的救把者,唯一的救把者。 就是說,你離開了佛號,你就是Nothing。如果英光大師講得嚴重一點啊,你離開了佛號,你就要只剁地獄了,講得嚴重一點啊。 他說,我如果不練佛,我是一個僵死之人,我由於過去的罪業,一定會剁地獄去了。 那你如果說佛號他是你唯一的救把,你會把他撕掉嗎?你不容易撕掉他嘛。 所以,你如果不趕快把佛號在生命當中給他一個定位啊,他是你唯一的救把者啊,你一輩子不可能把佛號練好。 因為你認為他就是一個陰生而已嘛。那你這樣子認為他果然是一個陰生嘛。他果然是一個陰生嘛。 你要練佛之前,先搶清楚,這個佛號,到底在你生命當中是什麼角色。 在維持學就講這個,名言分別,這個第六意思啊。 所以,這個功德的會規,這個地方我現在是先做會規了,後面偶爾大師會會會規到三年。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些呢?因為有佛號,因為有心理。 其實這個功德是兩個會規。第一個,是因為,名號裡面本來就記住這個功德。 第二個,你自信也記住這個功德。從進度中是兩個會規。 一個會規到名號功德,一個會規到你的心理的功德。 人念的心不可思議,所念的佛也不可思議。所以一念相依一念佛,念念相依一念佛。 我們學這個經典啊,你讀阿彌陀經就是讓你會規的啦。 老闆你讀半天,你也不知道這個佛幹什麼?定位。這個蘋果是什麼定位的?這個蘋果怎麼來的? 這是業力,這個我們沒辦法做主啊。人生,業力顯現的東西我做不了。但是我有能力把它定位。 如果你把蘋果定位,這個蘋果對我是有好的。它對你就是正面的。 其實這個定位很重要耶。我們一般人吃蘋果都打妄想耶。你就失去了定位的機會耶。所以蘋果對你幫助不大耶。 因為你都打妄想都把它打掉了耶。真正的健康飲食,它吃東西之前要先找出它十種優點,讚美它。然後再吃下去。 其實佛號也是這樣嘛。這個世間的道理跟佛法的道理都一樣。這句佛話你也要給它定位耶。否則它就是一個陰神而已啊。它是一張白痴啊。你把它化成宮殿,這個佛號就變成宮殿了。你要把它定位。 所以講,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之所莊嚴就是說呢。它因為有心力不可思議。我一念心性,本來就可以把它極樂世界創造出來。我所念的佛號,它本來就具足這種功德。所以,才有前面的所謂的六種莊嚴。是因為有心力、佛力、法力三種因素。 那麼現在就是說,我們現在要說的就是說,我們必須把這種念佛的善念而提升為善根。因為善念是一種情緒化的作用。你遇到的痛苦,你遇到的不如意的事情,你才想到佛號。 然後事情過了就沒有了。它是沒有善解力的。你跟他沒有建立一種舊拔跟橫長舊拔的一種皈依的心。 那麼,當我們把來生的所有的希望都跟佛號連結的時候,那這個佛號就變成善根了。 所以,英光大師說,煉佛啊,是怎麼回事?他說,煉佛方能消樹葉,階層之可轉盤性。他說,煉佛人啊,有兩種人。 一種人,他只是一種情感性的煉佛。那麼他的功德就是第一句話,煉佛方能消樹葉。他煉佛,這個佛號只幫他消業障。 但是當你產生一種聖結的時候,你知道整個極樂活動的功德跟名號連結的時候,產生強大的信念的時候,那麼第二句話就在描述你了。 階層自可轉盤性,那是往生的力量。所以,煉佛不一定往生呢?有些人煉佛只是消業障而已呢? 所以你必須把煉佛,如果你只是情感性,我遇到的痛苦,我煉佛,那你就是這句話,煉佛方能消樹葉,這句話就在說你。 那你能夠產生智慧的聖結,那麼第二句話就在描述我們了。 階層自可轉盤性。 所以你不同的心態去接觸這句佛號,阿彌陀佛給我們的功德是不一樣的。 就是說,你準備好了沒有?你有多少的準備,阿彌陀佛就給我們什麼樣的功德?